早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360財經台 我是王俊宇 今天在電話旁邊有林家亨先生 有國隆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董經理林家亨先生 跟大家分析今天的視訊 事不宜遲, 今天時間就 帶點時間跟林Sir問問 因為林Sir所說的就是會跌穿保力加通道 恆生指數就叫大家不要太心急 因為昨天會很大機會跌穿恆生指數的保力加通道底部 已經跌穿了, 林Sir應該我們的策略如何做好呢 是的, 過去這麼多集都不斷吹探 今天早上看到電視新聞 美國的國務卿在訪話 跟中國的國務委員和建務會長王毅 你看到的場面都是針鋒相對的 氣氛就不好 所以我自己覺得今天的氣氛都是欠佳的 在中資股來說都是有這樣的壓力的 但是昨天美國來說, 美股就穩定一點了 起碼導致方面就止跌回升 雖然的升幅很少, 39點 但是都已經緩和了最近美國長中短債上升的壓力 昨天晚上來說, 美國30年的債息仍然繼續上升 短債方面, 剛剛有些回軟, 落了一點點 但是重債30年繼續上升, 其實都是一個擔憂 因為重債是代表了一個通脹 所以未來來說, 美國的通脹應該會惡化 尤其是在明年的時間 所以在劣勢底下這個行指 最近的劣勢底下 其實都是朝著我剛才所說的消息而發的 所以你今天見到就是在電視新聞 無論是美國特朗普總統或者是副總統 或者是國務卿的言論 都一致都是針對中國 在氣氛欠佳底下, 我自己覺得 過去這麼多日做淡倉的朋友 都會有機會今天開始補瘡 即是補瘡, 即是停止淡倉的 我相信未來這一兩三天 都是要慢慢收割的時間 所以如果做淡倉的朋友 不妨今天都要留意一下 契位是有機會吃一吃糊的 嗯, 如果做淡倉就可以吃糊了 如果未入貨那些又怎樣做呢? 未入貨來說, 看看如果是那些汽車股 我自己覺得都有機會可以留下底 作為一個反彈的 是, 汽車股反快 是吧? 汽車股哪一種可以 特別會較為喜歡一些? 林Sir 我相信那些代理的汽車股這方面是好些的 因為雖然那個關稅方面是影響汽車股的盈利 或者那個盈利潤 但是作為一個代理的汽車公司來說 它這方面受影響是很低的 因為汽車減價互相競爭 反而還會增加了促銷的成分 所以我只覺得汽車股的代理這方面 就應該會更加好些 比如說, 也都有做代理 也都有做這個生產汽車 比如說北京汽車 這就是其中一個目標 當然也有其他汽車股也是好的 其他汽車股我本身也有持有 所以不見於推介 那大家自己找找代理汽車股 是吧? 是的, 沒錯 除了汽車股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呢? 市場現在就可以第一次了 是不是這樣說 有一點點會接近見看 大約是接近兩萬六千點 我相信是短暫見看 但是不要想著這個長期見看 我只覺得長期來說 都要看回現在至今個月尾之前 美國國會選舉的選情 所以未來因為台灣如果輸 就贏在國會的中期選舉 都是直接影響那個廣股的效果 所以短暫來說可以有些喘息的機會 可以有些短期的薄反彈 但是千萬不要想著這個 上期的上升浪去開始 兩萬六千點短期薄反彈的位置 OK 還有 還有 汽車股 是的 代理汽車股 大家可以尋找一下這個寶藏 是吧? 沒錯 好啊好啊 還有沒有其他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差不多 今天來說我相信有些摸底的跡象 摸底不會是即刻急升的 但是我只覺得做了淡妝的朋友 今天也是適合的時間 是慢慢慢慢獲利便裝的 最重要你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說 永遠大戶都是趁壞消息 就是買分一貨的 好消息呢 它就是沽貨的 那你今次今天 今早見到 無論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副總統 國務卿 全部對話那邊的談話 全部都是趨向負面 差不多呢 還有你看回日經 今天指數也跌了三百多 所以今天慢慢慢慢平倉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策略 嗯 明白明白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林Sir和我們的分析 明天是星期三 星期四到我和林Sir見面了 OK 謝謝林Sir 麻煩你 拜拜